我们看这一题的拉密定律的解法 我们在前面已经把力图画过了 这里有个张力T1T2 那还有物重 那如果我想要用拉密定律 求两成的张力应该怎么算呢 拉密定律它的使用方式是什么 三个力量要共点嘛 那三个力量之间的夹角 我要知道嘛 对不对 那你会问说 老师今天三个力量没有共点 那没有共点没关系啊 因为我们知道什么 力量它是向量 向量就是可以随便给你平移的 所以来我把这个T1 我们平移出来 T1这个方向跟这个大小 我们平移过来会变这样 好T1大概这样 对不对 那T2呢 T2平移过来的话会是这样 叫T2 那物重平移过来 来牵直向下 好这个物重的大小叫做Mg 就是10公斤重 好吧 那来我们再把角度给对应过来一下 T1这个向量它跟牵锤线 我们用深一点 T1这个向量它跟牵锤线应该夹几度 这里53 这里是不是37度 对不对 好那所以说 我的T1应该要跟牵锤线夹 37度 那T2呢 T2应该要跟牵锤线夹几度 这里是37嘛 我牵锤线给画下来 这里有直角三角形 这里37这里就53 好一样 我们这张图没有照比例化了 好所以这个T2就应该跟牵锤线夹53度 可以吗 好所以我们先算出T1跟T2 把它们平移之后 让它们交在同一个点 交在同一个点之后 把角度给找出来 接下来就会比较好做了 三立共点 我需要各个力量之间的夹角 这边这个夹角我已经知道了 37跟53 T1跟T2刚好夹90度 那T1跟物重呢 这是牵锤线嘛 这里37嘛 所以这边是不是 180度减37度 对吧 那这边这个角是不是 就180度减 53度 好那你拉密定律就可以使用了 拉密定律告诉你角对边嘛 对不对 这个sine值对上这个T1 这个sine值对上这个T2 这个sine值对上物重嘛 OK所以T1对上的角度是 这边 sine180减53 好那T2呢 T2所对上的是 180减37度 好 sine的 180度 减37度 这个对上的是T2 那再来 这边 好有一个90度 它对上的是物重10公斤 sine的 90度 好吧那我们把数字写上去 答案就即将揭晓了 sine180减53 这个值会等于什么 会直接等于sine的53度 那是不是就等于是 5分之 4 对不对 那T2这个sine的180减37度 是不是就等于sine的 37度 那是不是就等于 5分之3 那sine90等于1嘛 对吧 好那答案就出来了 直接交双相乘嘛 T1除以5分之4 等于10 所以我可以得到 T1的大小就是 把这个5分之4乘过去 就是8 公斤重 那T2呢 T2除以5分之3 会等于10 所以我的T2 把它交叉相乘一下 它是不是就等于6公斤重 OK 这是我们拉密电率的一个做法 再看一次 我画完三个力量之后 我把它平移出来 让它们共点 共点之后呢 透过题目给我的条件 找出 它们各自的夹角 应该夹几度 那你有各自夹角 拉密电率就直接使用 力量对上 它角度的sine值 力量对上角度的sine值 我们就可以算出 最后的一个结论 就让它们共点出